- 恐怖在線 恐怖電影 Hello Raymond 我想分享我人生第一次 住酒店所以遇到的靈異事件 發生在2019年12月份 我和先生去了六二岛 一间叫什么之花的温泉酒店 当日的职员带我们上房 由电梯一直走 右边全部都是房间 而左边都是玻璃窗 也可以看到那些升降机 感觉都挺光明、挺舒服 但是一直走一直走 走了很久 我也心之不妙 原来职员带我们走廊的盡头那间房 真是美房 虽然是这样 美房也不太奇怪 而最奇怪的是 在右手边 即玻璃窗后面 奇怪怪的 只有一间房 古灵精怪 当时都叫自己 不要想太多了 那晚吃完晚饭后 回到房间 那间房间已经铺好床铺了 我在床上看电视 和先生聊天 聊天 突然电视自己关闭了 当时那一刻也有点奇怪 但因为我先生不太相信鬼神 我就没多说了 而且可能是接收问题 所以把电视关闭了 然后再开就算了 接着我就去洗澡了 但又很奇怪 洗澡的时候 一直没有热水 水喷竟然开到最尽 都是没有热水的 于是我叫我先生来看看 但奇怪的是 他一进来就有了热水 这两个人我都算了 不想太多了 可能是硬件问题而已 都差不多时间睡觉了 因为我本人 有带公仔出去外国旅行的习惯 而且公仔的名字 叫做琪琪 当时我们躺在床墊上 手机就放在胸口 他口就跟公仔说 琪琪 琪琪 你在哪儿啊 我手伸到床墊上找 接着怪事出现了 就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的电话Siri突然回应我 他说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了 听完这句 我的心放了 我的手机放在我的胸口 我又没有开Siri 但Siri竟然会这样回应我 接着我试探究竟是什么情况 于是我就不断重复 开着Siri问同一个问题 但Siri没有回答刚才的答案给我的 由于出现几件事 我整晚都睡不着 只能合上双眼算数 因为怕自己 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直到半夜 突然间有很大力的山门声 爆了声 我整个人弹起来 那山门声 就是当时那扇门 拉上的声音来的 我战战兢兢 睁开眼睛去看看 我看到外面的指门 就好像我们睡觉之前 一样这样闪了 那怎么会爆了声的呢 那一刻我没想到这么多了 这一幕可以快点天亮 吃完早餐就快快离开了 那我临走前 拍了酒店的照片给大家看看 如果高灵人士 麻烦看看 看不见到里面有什么 好了 我这次先说到这么多了 又是Siri出事 其实说过的 有时候你没有开Siri 它都会回答你 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说话的 无端端都会说话的 我们刚才也试过 Bob 是不是 你试过了吗 刚才我问他在哪里 他回答了这句 所以我才能录到这句 是的 真的出现了 所以可能大家不用害怕 Siri是可能你 不知道你没有 关了某些按针 可能你不知道 原来你这样说一句 可能你开了 其实他就会回答你了 我没有好玩Siri的 但是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所以Siri这一部分 就不用太害怕 不过你说 什么假扮闷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可能 可能是咯 不知道 看看有没有人看到 好了 有文字的提供 声音的提供 可以传来 admin.0202.i.cloud.com 或者是Facebook 也行 好了 我先听一下电话 这位叫做阿文 Hello 文 嗨 你好 你好 冯雪忠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分享 听不到 sorry 好 有什么分享 是 关于英灵的 其实是刚刚发生的 刚刚发生的意思呢 就是那个女侍主呢 是刚刚找完师傅今晚的烤店的 试完那个女侍主呢 是我老婆的朋友来的 就是很朋友的 那他就有一次呢 就是我从头说起了 他有一次呢 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OK 没关系 你来慢慢 他就跟朋友有聚会的 在家里的 两批人的 就是一队一队的 就是四个人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有英灵上身了 就是有鬼上身了 然后他就突然倒下头在那里哭 然后他就 然后那个女侍主就说了 他说你都不理我了 就是会想着别人的 就是会帮别人的 自己的 你又不理 然后又倒下头在那里哭 嗯 然后哭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离开了 嗯 接着呢 试完 就是听那女侍主说呢 为什么那个人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他 就是那女侍主呢 就是自己的那个小朋友呢 他就没有拜到的 就是初一十五没有拜到的 但是呢 他另一批呢 另一批那对夫妇呢 又有英灵的 是 那么他又经常提他哦 喂 你记住啊 初一十五呢 你好好去拜了哦 你要买些什么了哦 哦 自己的就没理 又不记得了 是的 接着他就可能怨恨地上去身了 但是这刚刚发生是谁刚刚发生的 这个 这个是之前发生的 这个是之前发生的 这个好像是大概两个礼拜前 我现在说的这个 是是是是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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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侍主 因为我老婆就认识师傅的 就介绍了师傅给她 是是 那个女侍主就找师傅 那他就找师傅帮她搅择了 嗯 但是呢 他就想 咦 但是他就想 咦 因为他其实有两个英灵的 就是听回女侍主说的 他自己下过两个的 那他就心想 咦 不会是刚刚那个哥 刚刚那个哥因为 因为他是五年 即是五岁左右 如果计算年纪 那不会是他 但是 这么小的时候应该不会 但是之前那个十几年了 就是十几年前了 那他有找家人拜 就是供奉过去的嘛 然后又不会 又想 不会那个哥哥很奇怪哦 接着不要理了 那找师傅 今天就找师傅搞了 那师傅来到 就是 因为那个师傅 除了有法 其实是 看到的 就是看到那些英灵的 是 那他就看到那个英灵 是十五六岁的哦 就是一个女孩来哦 是一个少女来的哦 是 接着那师傅就问那个英灵了 咦 你是他前夫 还是现在有个丈夫的 就是问他 在沟通 那原来他说 是他前夫的 那才知道 原来是十几年前的那个 是 就是现在他十几岁的那个女人 那有没有说要些什么 呃 有 接着就 帮他 就是 就是 请了他回去 就是送个 阴灵去那个庙子 那就要供奉他了 那但是这十几年是 第一次出现的 是的 这十几年不是的 听过女士主说 曾经有出现过的 不过这十几年来 那个女士主 其实就很黑的 就是他就 跟第一个丈夫就 关系不好 是 那个丈夫又要赌钱 跟着他又要离婚 嗯 跟着现在有个新男朋友 又 就是又是这样 又是有些赌钱 又是第三者 就是条路都不顺 那师傅就说出来 就是那个阴灵 是承认是 就是搞到他运气不好 那就是了 你都没有处理 是吧 是呀 是呀 但是他的师傅就这样 不知道那个女人那么多东西 但是就很有趣的 就是他跟那个阴灵 沟通完 他知道那个阴灵 其实是撞了在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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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里面 就是有些番薯 撞了他 是呀 他有撞的 我现在就是想说了 那时候其实呢 问回那个女士主 就是那个女士主 自己知道嘛 就是他当年呢 当年他去 就是落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 他就 他 他朋友跟他一起 就是陪他去落的 那他朋友见到 就是那个 灵鹰 就是那个 有实体的一条丝呢 很惨的嘛 接着就 原来就撞了在 那个番薯田那里 那那个师傅 说得出来 咦 你的宝宝是 撞了在 那个番薯田那里的 那但是 但是为什么会 被他自己撞的呢 通常是医生处理的 照计是吗 因为这件事 发生在乡下的 哦 OK 他们是 发生在乡下的 整件事就是这样 那现在 如何再处理 那师傅 现在就是送回 他乡下的庙 那就是 师傅呢 刚才已经 立即将 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女灵体 就送了回去 他乡下的庙 那就是叫他 叫他乡下的那些人 要回到他的庙 明天要去拜 就是要去 去供奉他 就是要去拜他 那就要了 这个是十几年前的 那现在那个呢 就是刚刚几年前的那个呢 没有搞啊 没有搞啊 是啊 因为刚才没有说出来嘛 那个师傅 师傅说 我现在只见到这个 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女灵体而已 我就现在帮你搞这个 是 是啊 那就搞了这个 哇 其实 其实这个女人呢 都是你们所说的那些高灵人士的 我都有一个 就是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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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我好 好啊 来来来 是 他就之前 因为他条路一向不好的 那么他新男朋友 这个呢 其实就 就是有一些运势 那么他就 就是这个女事主呢 就帮他祈福啦 嗯 去王大仙祈福 就是他来了香港的了 嗯 那么他就去王大仙祈福哦 那么祈完福呢 三年后 那个 就是他祈福那样东西 就达成了哦 哦 就是突然间达成了哦 接着就很奇怪哦 他无端端发梦哦 嗯 然后发梦又梦到 梦到人追他要铲哦 就是三个铲啊 哦 要三个铲啊 哦 接着他又很奇怪 那么他又 都是 就是睡醒了 都是 因为这个师父都是跟他同乡的 嗯 就是认识的 那么他就问师父 喂 为什么这么奇怪的 发这些梦的 为什么会有人追我 他就问我罗产的 嗯 接着师父就 可能帮他通灵 我不知道 接着他就说 咦 你是不是去了王大仙 就是这个师父自己说 你是不是去了王大仙拜神 你是不是有些东西 就是 呃 请了 就是请求别人 但是现在是实现了 就是实现了 总之现在 没有还神 是的 是的 接着他说 喂 人家要你还神 就是提醒他 那么他就真的 那么他 他发过梦呢 就是个女士主说 就说 见到很多和尚 见到很多和尚 那么他又 之后跟着 去王大仙 去还神 去想到又 真的见到很多和尚 就是令到他觉得 跟梦很相似 就是好像 想到又见到很多和尚 跟着就还神 还完神 就 就是没有再发这些梦了 哇 你这个朋友 就是你不直接认识的吗 是不是 你是我老婆的老死 是的 喂 这个人 这个人 都很没有心肝 他 是不是 你求了神 你又不去还 那你自己的英灵 又不处理了 你想好运都很难 其实好像听他说 他们那边觉得这些 很闲 是 灵界这些 好像他那边也很多 嗯 还有这个女人 都高龄人士 是 他有一次 是的 他有一次很搞笑的 可以说多一个好笑的 就是他住 例如租屋住 晚上睡觉 做梦 又会梦到别人 叫他去烧 给他 接着他又去烧 是 就是那个是 那间屋的阴灵 应该 就是 是户主 可能他不知道什么事 不在 总之他经常遇到这些 那就是了 你都不信 你自己整天都见到 是不是 你都认真处理 他不是不信 他不是不信 他觉得很狠 他好像 觉得不急 觉得很平常 他们会觉得 那就更加不应该了 即是你不信 不做 那样东西 算了 原来你不信 但你信那样都不做 那样东西 就是最佳一等 是吗 都是的 是啊 未来还有那个世 到时都不知道他怎么样 就是了 这段时间经常都说到英零事件 希望大家都认真处理自己的事情 是吗 这么说 是啊 多谢你分享 好啊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刚才有没有人打来答对题目 答对有 但是没有货交 那不送客 那不送客 那就送客 搞错 那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呢 什么啊 刚才是子羽假扮那个 有人知道 其实 正式的答案其实是 刘家杰 刘家杰 那个是英语一分钟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叫什么 不是英语一分钟 那个叫什么 哦 英语一分钟 对不对 是英语一分钟 但是英语一分钟 刚才没有讲英文 但是又扮刘家杰 这个创作 导演叫我扮什么 对 他说连个照片都扮了 他说连个照片都扮了 但是人家是教英文 但是没有教英文 这件事是 导演叫我这样 好的 好 这些是后现代创作 好 喂 这个时候呢 有Acho在 Acho Hello 今晚为什么要讲日本的东西呢 就是刚才有个电邮 都讲六二岛的酒店 这样 我最近呢 都 就是看一些YouTube 很多时候你看相关的东西 他又爆发一些相关的内容给你看 我看到一个频道 挺好看的 就是有个人 不断 只是讲 很多日本的一些 凶杀案 失踪 那些事件 灵异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 挺好看的 其实里面的内容 我也有点不知道 然后我问了Acho Acho 说是呀 我也有看的 其实 应该是真实的 是吧 他所说的 这个频道 是啊 是啊 他也做了很多资料搜集的 是的 那这个是什么频道 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上去看看 叫X调查 叫X调查 是的 叫X调查 那 国语对白 还是这样的 又有字幕 那有一宗呢 他没有说 Acho 不如我说一下 是吧 是啊 因为那宗呢 真的挺离奇的 而且他当中涉及到 一个美国的灵事人 嗯 找东西那些 我知道 即是那些遥遥视 遥视 对吧 叫遥视 是的 是直接邀请了那个人去日本的 哦 找尸首 是的 那 我现在要说这一宗 是找不到的 好啊 好啊 是的 那我先说这一宗 OK 那 就是他们有一家人 就是连同宿伯兄弟 就七个人 就去一间在群马院的神社 那里拜神 嗯 那天就下了很大雨 那 那 那一位女士呢 是一个妈妈 她有个小女孩 嗯 那她就想着 那麽大雨 都是不下车了 就等爸爸 和她的兄弟拜完就走 那她就想了 啊 那麽难得来到 因为那天那时候是黄金周来的 很多人都去那里拜 那她哎 那我就随便都去 那些钱 那些赛钱 嗯 是的 叫做打个招呼 那很离奇呢 那她那些家人 是说得出 她拿了101日圆出车的 哦 是的 因为平时呢 去神社呢 我们多数是5日圆的 是的 因为5日圆是代表缘分 嗯 那101这个数字呢 在日本来说呢 就是代表缺别离别 和一些东西说拜拜的意思的 哦 是的 那这就觉得很奇怪 嗯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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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人留意到 没有人察觉到 嗯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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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见到她 的女儿在车上这里 说他走左了双方向 是 那麽这家人 一個月后呢 就没有办法了 就打了上去一個 尊零 类似 电视的力量 那麽的节目 那间那一點 是专帮人 找一些失踪的人 一些失物 那麽 Donc被打了上去 那麽她们呢 就 就聘請了美國的靈媒來幫他們做一個透視 靈媒一開口就說她已經死了,她已經不在了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電視台就直接聘請了那個女人來到 現在大家看到地圖 她在駐車場那裏 那裏上面黃色箭咀就是媽媽走了去的地方 而那裏不是神社 靈媒就說她是看到有人幫她求助 所以她才轉進去,是一個男人跟她說話 然後跟她說 那個男人是跟她說她有個朋友暈倒了 想她一起幫她 就帶了她去 然後跟著黃色箭咀這樣走 那個靈媒就一直感覺到她留下那些磁場 她就這樣轉彎轉了下來 去到B地點那裏就不見了 她就說 是突然之間眼前一刻 應該是被人打暈了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打暈了一個婆婆呢? 做什麼呢? 這個媽媽其實四十多歲 差不多五十歲 是的 未是婆婆 OK 一個女士 美國這個靈媒就說 其實是捉了她 強姦了她 那兩個男人 然後呢 就打傷了她的頭 再放她在附近的森林那裏 她是失救而死的 OK 她最後的結論是這樣 但是她找不到屍體 即是去到那個地方都找不到? 找不到 她說那些 即她還在美國的時候 她說那些地方 其實那些特徵都對的 但是就是找不到屍體 那為什麼會找這個美國的靈媒呢? 原來她是很出名的 嗯 她之後再來日本幫另一宗失蹤案呢 是 她是簡直可以說 在家裡的哪一個方向 那個地方 那個失蹤者 附近那個地方 可能是有一個大石 有一條小河 還有一些斜坡 還有講到一些數字出來 也都講到她那個失蹤者的屍體 會在3月至5月一個特定的時間 被一些好心人發現她 那她留下了這些情報 就回到美國 結果 是的 結果 結果她回到美國三個月之後 四月份的時候 真的有人發現了那個女生的屍體 是的 那個女生的屍體 因為那時候那些人在想 嗯 她說的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要是不知道 因為下雪那些地方 嗯 到開始溶了雪之後 就發現 真的有一塊石 真的有一條 那條其實不是河仔 是他們耕田的水道 還有她說的數字 就是附近一條燈柱的數字 嘩 中了嗎 是中了的 但是屍體那麼久沒有發臭 或者什麼 因為她屍體在雪上 噢 所以沒事 對 所以就沒事 就被經過的村民 發現到看到 嗯 這宗是找到的 但剛才說的那個四五十歲的女人 即是被強姦那個 到現在都不見 到現在都不見 多少年了 是找不到 那個是1998年的 1998年都30年了 30幾年了 是 所以她現在應該還在生 就真的是阿婆了 是 OK 但是這個女人這麼厲害 是不是日本已經很有名 都已經是 她是那時候 她在美國 她本身都是幫人 找失蹤的人 嗯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日本很流行 這些 叫做心靈節目的東西 講一些超能力 講一些陰陽眼 或者講一些魔術 即是弄彎條紙巾 那些 是的 那時候那些電視節目 就很喜歡做這些 而且知道美國有一些這麼厲害的人 他們是真的會去聯絡 去請那些人來日本幫忙 哦 那這個女士還在生的 是嗎 應該還在生的 咦 我們看多一次 抱歉我剛剛計錯我的數 我的數字是很差的 我當年會是拿U的 對不起 我真的拿U的 Unclassified 這個女士 是嗎 好了 我看一張照片 不是 是不是她 是那個 是那個美國人 是不是 穿粉紅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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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粉紅色的那個不是 拿回連結 那條連結 拿回連結 那條連結 咦 我們香港有很多失蹤人口 剛剛 2020年 或者2019年 可不可以叫她通一下呢 其實 我有看過她的案子 我也覺得她是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她叫什麼名字 這裡 看不看到呢 她叫Geru G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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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都幫日本以前做的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OK 是 她真的願意上電視 那些 但是她 在美國 外面看到的東西 是有限的 是 那她來到實地 她就可以 看到 某一個範圍內的東西 即她有提到 可能是五米內 這個地方發生什麼事 是 OK 好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請她過來 或者聯絡一下她 嗯 OK 那這件事仍然在日本 就叫做 懸案 到現在都 還未有 還未有結果 嗯 如果這些情況 Apply到台灣 就是那些魔神仔的事件 即是不見了人 但是又會有機會出現 不過這個就是她所說 她只是被人殺了 應該是不是 奸殺 算是 是 是 OK 好 那麻煩了 Acho 講了這件案件 以後有些日本 這樣的 靈案的話 都可以聊 我們 這些 都可以分享一下 挺有趣的 這個方向 大家都有興趣看 或者知道 其實都是 好嗎 好 今晚就麻煩你 好 不用客氣 謝謝Acho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想看Acho的靈探話 就可以看我們ViuTV Acho都去了很多地方 一個人到處拍攝 我們有台灣 香港 和日本 輪住 逢星期五 總有一瓣 都會看到三位朋友 輪住在靈探事件 一會兒回來之後 我會找呂發泉師傅 因為在前兩晚節目中 請了一位美女 Carmen 她和KB 拍攝靈探節目 師傅坐陣的就是發泉 一會兒都會說 她去了一間荒廢學校 我不說哪間 大家都猜到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又哭了 這種情況 再加上 發泉師傅會回應一下 關於五時水 自己怎樣可以 家裡擺定一點 都是可以的 回來我們第三節 再見